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江山一改 秉性难移 这是我们讲过很多遍 很多人也就这么去说 但它背后的故事其实是一个生命的关联的故事 江山一改 秉性难移 秉性的本身就是天定的 一个 一方水土 一方人 一方神仙 一方土地 那任何一个人 一个人就包括天地人 你看双方结婚 两人男女结婚的时候得居三回宫 对吧 拜天敬地 敬父母 拜天敬地 敬父母 父母给了自己的肉身 天地人 这三项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 任何一个人的生命 都是有来处的 有使命的 能脱生成人身 就代表 当他被脱生成人身的时候 他已经代表他的秉性 秉性就是使命 风神演义 这个女娲不高兴了 昼王侮辱他 说要把他取回后宫 诗歌就这么写的 女娲教训这个昼王 到了昭各 阴娇阴红的红光 一下就给他挡住云露 那阴娇阴红 当时书里就这么写的 说为什么能挡住他的云露 阴娇就是后来的太岁 犯太岁 犯的是阴娇 木星 金木水火土当中的木星 女娲也没招 牛脸就回去了 故事就这么写的 所以阴娇 无论阴娇后来 被广城子受为弟子 广城子把他的 所有宝贝都给他 结果阴娇反了 对不对 反了之后 被没招了 被燃灯道人给他干掉了 燃灯道人 就是后来李佛家的燃灯古佛 广城子是原始天尊的大弟子 他可以能够把这个宣源地 渡成白日飞升 但他却分辨不了 阴娇的来处 所以三界里面的木星太岁 连广城子都看不透 连这个 连这个女娲 都惹不起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们 今天的人之珍贵 今天每一个 脱生在地球上的人的珍贵 脱生成中国人 你更加珍贵 共产党这魔鬼的出现 是对应着中国人的高贵 能对应得出来吗 不就习近平一句话 方德始终 全怼在他脑子上 他走到这个恶 网友有篇报道文章 题目这么说 习近平访问 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 二十多年来 首次到加德满都 访问的国家领导人 我觉得很有趣 他是星期六下午到 星期五先去的印度 那是十月十一号 扭过脸来 到了尼泊尔 加德满都 这是佛国世界 对吧 是佛国世界 什么意思 去应对着他当初 八月份 他到北戴河会议 牛脸去了这个 牛脸去了这个 叫什么 东黄 了去了他当时在 正定县 那一份佛园 了去了方德史中 他用了文殊菩萨的方德史中 然后他自己毁掉 而这尼泊尔 你看看西游记 西游记 讲的真正的西天 应该是尼泊尔 有一天咱说节目说 西游记里头跑了一条 九头虫 西游记里面 九九八十一难 所有的妖怪 全干掉了 包括神演化的 就跑了一条九头虫 有朋友说那是 就是今天的共产党 九头 毛泽东是九的树 那他今天习近平 定在这儿 也往这儿顶 那他为什么要去尼泊尔 他为什么要去尼泊尔 各自解释不一样 有人说一带一路 但他现在是非常匆忙 尼泊尔完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 现在去了希腊 那咱们不知道 但是印度尼泊尔 确实是在佛家里 讲的佛家的本源之地 他拜完鬼之后 可是 我再跟大家解释 彭丽媛没跟他去 我们就在这儿 节目中跟大家讲过 彭丽媛应该是一个明北人 他习近平家里面 有很多人是明北人 明北什么人 明白我刚才说的天地人 我们说的明白是这明白 他明白有多深 有多浅 他自个儿的事 但他有机会 能够明白 所以尼泊尔对尼泊尔进行的正式国事访问 他这里没标出 你看看新华社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二十多年来首次以国事访问的方式 来到了尼泊尔 接受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那是国事访问 国事访问不带老婆 老婆不跟着 你看看过去 二零一三年之后 习近平的国事访问 你看彭丽媛给他增多少回 国内国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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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夫人国母 第一夫人国母 那吹牛皮的 拍马屁的 写成什么样 今天没人敢写吧 你让他这个 叫什么环球时报那个胡 你让他写写 你说为什么彭丽媛国母没去 打歌放屁 出了事了 他习近平出了事了 11号 刘鹤把他的信交给了川普 川普用了大概40分钟的时间 在记者会 他习近平连个声音都没说 骗 他是骗过一天是一天 骗过一天是一天 在他的心目中 有一个方向 他认为只要拿下来就成 但是我提醒大家 你不能把他当成正常人看 不能按照你的逻辑思维看 两回事 我还是那句话 达基 你说他是狐狸 女人 还是妖 还是什么 随你便 对吧 随你便 你愿意享受其乐 说起难听话 你招得了身边吗 对吧 那一般的男人招不了身边 就完蛋了 所以他是来毁王的 他受了使命来毁王的 那今天习近平招到的 类似 两天访问 星期六 星期日 签署协议 包括一带一路 多项重点工程 那尼泊尔应这些工程陷入中国的债务陷阱 而双方 有关双边的 双边引渡条约的可能性 多年来 中国希望跟尼泊尔签署引渡条约 而尼泊尔依然拒绝这个协议 为什么 那有两万多藏人 那有两万多藏人 中共把西藏 所谓信仰 这个人家藏传佛教 跟随达赖喇的人 他都斥为叫分裂祖国 但跟随达赖喇嘛 达赖喇嘛 跟他父亲关系很好 那是信仰来的 那是宗教来的 那如果尼泊尔跟他签署引渡条约 尼泊尔出卖那些追随佛的人 如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所以你想想习近平败完鬼之后 跑这地方干嘛来 就是冲着佛家来的 对吧 就是作恶到底 他里面提到一个说法 任何人企图在中国任何地区 搞分裂都会粉身碎骨 这个说法说的非常的凶狠 流氓 所有人都认为是说给香港的 因为在11号香港举行了打击会 大概将近20万人 拒绝中共 天面中共 所以这是相互对应的 但是呢 习近平怂抱样呢 他就敢在尼泊尔说 但他不敢在印度说 可是当他在尼泊尔说的时候 那是佛家圣地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释迦摩尼佛出生在尼泊尔 不是印度 而与神同行的人 所以这是今天习近平 骤然出现改变之后 他所能够表达出来的 与神佛对立的一面 另外一篇文章呢 这是纪思道 纽约时报 11号写的 别等到中国抓捕 小熊维尼时在行动 他就讲述了习近平的 在10月1号之后的 这种凶狠的概念 在中国所发生的事情 因为实际 小熊维尼的故事 是流传很久了 但是南方公园的 这个片子 是10月1号拿出来的 里面讲 把小熊维尼给抓了 讲述了中共的活摘器官 讲述了这一切 而纪思道 在89六四时 他在天门广场 所以他在讲述 美国要防范 中共政权的本身的时候 他列了三条 第三条 他说建议美国政府 把习近平的家族的 所有资产 在美国的资产 全都给控制在手 很少看到精英者 西方的著名的记者 在有关对付中共问题上 变得如此的时效 和直接了当 那意味着什么 西方文明 面对中共的残酷 已经无路可逃 只能对个人下家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responded 岁コ Brown 您 ances